那么后面说 You really see the shape of the earth 你确实可以领略这个大地的风姿 这个shape不是形状 就是样子面貌 这个意思啊 样子面貌 在这呢 不好意思了 你确实可以领略我们大地的这个面貌风姿了 那有人又说了 那如果你飞机下面有云彩看不见怎么办呢 那看云彩也很 它也很过瘾 后面说了 If the landscape is hidden from view You can enjoy the extraordinary sight of unbroken cloud plains that stretch out for miles before you while the sun shines brilliantly in the clear sky 你看这为了增强说服力作者绞尽脑汁 把对方能够驳斥你东西都把你嘴堵上了 有人就会说 那如果你有云彩怎么办 有云彩也有看的 说服力就强了 我们看到写一篇文章 要树立我们的观点 不能自嗨 一定考虑的对方怎么博视你 那他说你有云彩也 那我也有东西可可去欣赏 看语法成分 到好之前 这个黄颜色的还是条件中一层句 如果这幅美景被遮住了 从事件中被挡住 被隐藏起来了 be hide a from b 就是这个藏地隐藏 一般跟from大飞 从事件中被隐藏起来了 要有云彩 怎么办呢 那么后面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句子主干结构 就是白颜色没有下号线的部分 you can enjoy the extraordinary side of unbroken cloud planes 这个主句倒是完了 这句子主干结构 你可以欣赏这非凡的这个景色 这extraordinary叫非凡的 咱们先说过 这个side是景象景色 什么呢 unbroken cloud planes unbroken没有破碎的 就绵延到一块 连到一块 没有碎掉的 cloud planes 咱们以前说过 plane可以表示平原的意思 North China Plain 叫华北平原 叫北中国平原 华北平原 那绵延的 云彩的平原 咱们中文不用平原 比喻这个云彩 叫什么呢 叫云海 咱们不是有个 武侠小时的云海域公园 有这么一个 就是你就可以欣赏这 绵延的云海 就没有破掉的云彩的平原 连到一块 绵延的云海 那么后面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这是定义从去 修饰这个绵云海 Let's stretch out for miles before you 就在你面前 伸展绵延数英里的云海 这个before you 在你面前 stretch out 就撑拉开铺开 就像我们那个 给被套弹棉花一样 把棉花都摊开了 伸展数英里的 绵延数英里的云海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协体字 这是时间状语 时间状语从去 当什么呢 当太阳 在晴朗的天空中 照耀的时候 云彩上面 再没有云彩来 这个太阳 在上面一照 云彩好像 镶了金边一样 就更漂亮了 所以如果有云彩的话呢 我们看云彩 没云彩呢 看大地的风姿 所以它都有个质感 增强舒服力 这句话中呢 有一个字我们看一看 就是这个landscape 这个landscape是多一词 它既可以表示风景 也可以表示风景化 咱们看一下一些确切的含义 它是风景还不能乱用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landscape 这个名词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表示 scenery of an area of land 路上的风景或景色 这个一般不止海上的景色 路上的风景 scenery表示风景 是不可数名词 就是路上的风景或景色 这是第一个意思 但有的时候 你可表示风景画 landscape还可以表示 picture showing a view of the countryside 能表现相间风貌的一幅风景画 什么树啊 田野啊 什么河流小溪啊 等等等等 野外的风景画 它一般不能表示 城市这个高楼大厦 这个绘画不行 野外的风景画 就是画风景画山水的这个画 叫landscape 本文中 当然是第一个意思 风景景色 如果这些景色 被从设限中 从视线中遮住了 还可以欣赏绵云的云海 太阳在天上普照 绵云的云海 镶了金边的云彩 这也看得好看 而且他还说呢 你在旅程之间 睡觉看书也方便 为什么 下面说 the journey is so smooth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you from reading or sleeping 这个旅程是如此的 smooth 在这儿是平稳的 不颠簸的 that后面 结果壮益从基本 以至于怎么样呢 没有任何东西能防止你 能够阻止你 读书和睡觉 他并不像 在这个坐火车的时候 在半夜查票 坐轮船的时候 起风浪 在坐飞机相对比较平稳 那么 防止阻止某人 使他无法做模式 就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这个结构 我们用的也是特别多的 防止阻止某人 使他无法做模式 我们看一下例子 在新社会 每一个孩子 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那我们就用本文中的结构嘛 in the new society 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就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再阻止孩子 获得良好的教育了 并不是旧社会那样 新社会 有义无教育法了 对吧 我们看怎么说 我说 in the new society 怎么样呢 there is baby nothing to 大家用这个答备 prevent a child from receiving good education 就好了 在新社会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阻止一个孩子 获得良好的教育了 我们复习一下 以前讲过 receive good education 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receive 不一定是收到东西 受到 得到 甚至遭到 是不是都可以用它吗 怎么又用这个词了吗 就是每一个孩子 都能互得良好的教育 就好了 我们再看一个 更复杂的句子 再造一遍 再造一遍 这二个句子 他既有天赋 又这么勤奋 一定能够实现 自己的梦想 他既有天赋 又这么勤奋 一定能够实现 自己的梦想 他有天赋 有天赋的可叫talented 勤奋叫diligent 一定能够实现梦想 咱们最好别自己瞎编 咱们见过以后呢 再用就方便一些 咱们看十七课里面 出现这个实现了梦想 在七十八页 课文最后一句话 七十八页 课文最后一句话 Despite its immensity It is both simple and elegant Fulfilling is designed a stream To create an enormous object Drawn as faintly as possible 尽管这个桥特别巨大 但是它既简洁又优雅 实现了设计者的梦想 能够制造出一个 非常巨大的东西 然后线条勾勒的 越威细越好 实现了梦想 Fulfill one's dream 用这个结构 我们带你去看看 这个句子怎么说 这女孩子既勤奋又有天分 两个份都有了 所以肯定成功了 来个怎么说 She is so talented and diligent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her 去干嘛呢 from fulfilling her dream 诶 你看这用本文的结构 特别好写的 She is so talented and diligent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her from fulfilling her dream 你看包括这个前面这个结构 后面这个搭配 都是我们新冠件三册里面的 所以你看再写这个句 就特别轻松 自如 自信 而且速度又快 这是做精读的好处 好 再回到文中 接着往后看 他说 However you decide to spend your time one thing is certain you will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fresh and encrimpled 这个句子我们还是先分析一下 它的语法成分 这个逗号之前呢 依然可以看作一个 让步状欲从句 无论 无论你决定如何度过你的这个时间 就飞机上 无论你想干什么 想睡觉 想看书 想欣赏美景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one thing is certain 这个白言词是句的主句 是主句 后面这个解释 画横线的部分 其实就是做前面one thing的同位语 你可以看到它的同位语从句了 这件事肯定 哪个事肯定呢 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 一定会神清气爽 而且没有垮掉 并不像坐火车或坐轮船 到了地方舟车老顿 坐飞机 它速度快 那么fresh 这个指蔬菜 可就新鲜的 指人呢 就神清气爽 精神饱满 你看 很好了解 我们这个蔬菜 新鲜的 我们看卖菜的小贩 往往给那个 像菠菜 芹菜 喷点水 喷热水 菜 枝弄起来了 菜很新鲜的 那人要是枝弄起来了 精神饱满 神清气爽的样子 然后uncrumpled 就没有垮掉的 这个词不叫冷屁 咱们认识就行了 没有垮掉 神清气爽 没有了 我们说了这个 fresh uncrumpled 在这儿 uncrumpled 是一个逐于不足于 它是修饰逐于右的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你的状态是神清气爽 并且没有垮掉 是这么一个 好 我们类似的 可以造一个句子 我们也用 在后面一个通语 解释那个one thing 无论在前进的道路上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克服这个困难 有些表达 咱们先看一看 在前进的道路上 on our road ahead 在前面的 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上 遇到遭遇 邂逅 咱们可能动词 encounter 无论什么样的困难 就whatever 就好了 whatever 来引导让步状欲从具 one thing is certain 一件事肯定的 哪件事 只要 咱们以前见过 可以用so long as 当然第一个so 也能换成as as long as so long as 都行 只要我们坚持 坚持咱们讲过 这个动词叫persist 坚持 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设法 做到某事 managed to overcome it 设法 去克服掉 这个困难 好的 咱们看看 这个句子该怎么说 无论在前进的道路上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就是 whatever difficulty 什么困难 we may encounter on our road ahead 这是让步状欲从具 有一件事肯定的 one thing is certain 哪个事是肯定的呢 就是we will 我们叫怎么样 manage to overcome it 只要怎么样 so long as we persist 这个句子结构 跟我们课文中的 句子结构 几乎完全一样 前面是让步状欲从具 中间是主剧 后面那个 画横线的部分 等于做one thing 的同语了 对吧 再回顾一遍 whatever difficulty we may encounter on our road ahead 无论在我们前进道路上 有什么困难 one thing is certain 有一件事肯定 哪件事呢 we will manage to overcome it so long as we persist 只要我们坚持 我们就能够 说法 克服到它 好记得 这个句子啊 写起来 这个痛快 这个自信呢 好句子 好 看最后一句 他说 you will not have to spend the next few days recovering from long and arduous journey 你不必呢 必须花费 接下来的 好几天的时间 来从一个 漫长辛苦的 旅程中 恢复过来 这个从什么状态中 恢复正常 这是咱们 在43课 刚刚讲过的事实 咱们复习一下 recover from something 从什么什么中 恢复过来 本分之从 漫长辛苦的 旅程中 恢复过来 如果要是 做极无动词 可以表达 恢复了什么 这是我们讲过 recover one's balance 恢复了平衡 recover one's consciousness 恢复了这个意识 我们说过 这个不处复了 那么 这个时候 与另外几个词 是同一词 restore regain 是同一词 我们讲过嘛 恢复了 再来一遍 这是极无动词 恢复了健康 恢复了视力 恢复了意识 恢复了平衡 恢复了镇定 这都是恢复了 这几个动词 可以替换 还有recover的 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 一般都说 极无动词 就是重新获得 找回了 赚回了 补偿 某个东西 还记得吗 这在43个刚刚讲过 咱们复习一下 200页的第八 到底九行 200页的第八行 到底九行 什么呢 要补偿一下 打捞一个沉默的 馅饼碟子的损失 这么一个索赔要求 要补偿 找回这个损失 这当然是一个 独一无二的 这么一个索赔要求 以前没有听说过 你看 要弥补补偿 找回来 这个损失 把这个损失 补回来 找回来 赚回来 这是recover 这一定是几乎动词了 这是43个讲过 本文中呢 recover from 是从什么什么中恢复 recover的第二个意思 这是43个 知识的复习 从什么恢复 along and arduous journey 成为个漫长 辛苦的旅程中 arduous 在这个35课 我们说过 叫非常艰苦的 费力的 35课 作为重点词 咱们讲过 再复习一遍 打上那边 arduous arduous 费力的 艰苦的 我们复习吧 162页第三到第五行 162页第三行到第五行 Justice is part of the complex machinery of the law Those who seek it undertake an arduous journey and can never be sure that they will find it 他说正义 是我们这个复杂的 法律体系中 一个必不可少的 这么一部分 那些追求正义 公正的人 那必将经历一个 漫长辛苦的旅程 arduous journey 辛苦的旅程 而且呢 从来也不敢肯定 自己能够找到正义 arduous 就辛苦的 艰辛的 费力的 好 到最后 还说出了我们这个 这个最理想的方式 就是坐飞机 那本文中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梳理性的文章 就说明我们坐飞机最既快就又方便 而梳理的方式呢 这非常漂亮 它用对比的方式 先说出了另外两种方式的不好 而且在说的时候非常鞭脾入里 为什么 有人说坐火车可以这样啊 但这样它也不好 那样是好处 那样也不好 把对手的嘴都堵上了 然后再说出我们坐飞机 既快捷方便 说的时候呢 还是先坐让步 坐飞机警告有不好的地方 但最好的方式是快捷和舒适 而且也是不停地说 不停地堵上对方的嘴 你说可以欣赏美景 对方说如果有云才怎么办 有云的时候欣赏云 这个云的海嘛 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嘛 甚至我在飞机呢 可以享受美酒和看那眼嘛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新乘美景是好方式啊 你看 这是这个对比的方式 而且一边说理同时 一边考虑到 对方有可能 用什么样的理由和例子 来博视你 这是我们在写长篇的 说理性的文章 特别需要借鉴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定要考虑对手 有什么观点 我们做让步 尽管是这样的 但是依然是如何如何 把它嘴堵上 我们的这个文章 立场才能够有说服力 否则的话 你的文章是无法令对方信服的 好 另外呢 44课里面充现的注点呢 搭配重点的一些句式结构 也是非常之多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第三单元 有好多重点的一些句式 大家不要到了 最后看常文章烦了 就不学了放弃了 可不行 咬住了牙 因为第三单元里的文章 对我们提高能力 还是非常有帮助 另外 我们在讲新知识同时 你注意到李老师 在带着大家 不停不停地复习 因为不要把以前知识忘记了 否则的话 从狗熊掰棒子就麻烦了 好 但是我们付出的辛苦 一定会有充分的回报 44课精彩文章 跟老师看到这儿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好 这个书 我们就学到这儿 谢谢同学们 我带着大家 我带着 engaged 我带着大家 跟我参观 我带着大家 支持你们